一番分子的探討裡面 有幾個指標性的實驗 然後這幾個指標性的實驗都 蠻容易在一些觀念題裡面被提出來 所以稍微留意一下這幾個人的這個介紹 DNA的探討 DNA到底是不是遺傳物質 這個起自於包括生命起源裡面 也都曾經有去思考過這件事情 就是誰才會是遺傳物質 可是這個人的實驗蠻重要的就是格里夫茲 格里夫茲最早 他用一種方式來去探討遺傳物質的存在 這邊有一張圖在描述他做的這個實驗 他用肺炎雙球菌 他用肺炎雙球菌 按照他的性狀的區分 可以分成兩種類型 就是有夾模型跟沒有夾模型 其中有夾模型的話 其中有夾模型的話 有夾模型如果你用培養機去培養的話 他的殉落 那個殉落 培養名還記得吧 我們好有用過對不對 對 因為培養名然後弄個 放式他的培養機 然後把那個藥羊的細菌塗上去 然後預計兩到三天之後 如果他的活下來的話 那應該會長成一個小範圍像圈圈一樣 然後上面呢有一堆的細菌 那所以通常我們如果去用肉眼觀察的話 有夾模型他的殉落 殉落是當初這個培養品呢 你先用一個那個 把細菌塗上去的工具 然後假設我們的我們的假設是這樣子 如果你當初呢 把細菌沾到一個那個接菌環 或者是L棒 然後把它在上面均勻塗開 如果你塗得夠均勻的話 很有可能在你塗開的過程當中 只會在某個地方留下一支菌 那這支菌呢 按照20分鐘到30分鐘分裂一次的話 兩到三天之後 它會長成一堆 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叫殉落 那其中有夾模型的它的殉落表面 會呈現比較有光澤 然後無夾模型的就沒有光澤了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有夾模型的稱之為 就是S菌 平滑型 那那個 粗糙型沒有夾模型的 然後就把它叫做R菌 R型菌 光滑型跟粗糙型 好 這套濃菌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這套濃菌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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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細胞紙被細胞膜包起來 大部分的細菌呢 都有細胞壁 然後細胞壁的成分呢 是泰巨糖 多數的真細菌 它的細胞壁成分是泰巨糖 有一些特殊的細菌 在它的細胞壁外面呢 會有多的一層保護性的構造 就是夾膜 夾膜的話 主成分是以那個多糖或糖蛋白為主 那這個成分呢 比較耐熱 比較不容易破壞 而且現在是在細胞壁外面多的一個保護層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有夾膜型的細菌 對自我的保護功能會做的比較完善 然後如果是人類的致病性細菌 就會有一點困擾了 它把自己保護得很好 就表示它的致病力可能會比較強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有夾膜型的細菌 因為這不只是肺炎雙球菌 可以有這個特質 其他的細菌也會有 所以通常有夾膜型的細菌的話 它的致病力會比較強 隔壁褲子一開始的時候 有先確認 這個肺炎雙球菌的致病力 跟這個夾膜的特質 就是有沒有相關 那怎麼去觀察呢 它就這個犧牲老鼠 因為老鼠的體型比較小 像肺炎這一種 對它來說 屬於致病性的疾病 所以它就先分別培養了這個粗糙型肺炎雙球菌 跟平滑型的肺炎雙球菌 這些無夾膜型跟有夾膜型 好 我就這樣看看 好 我跟我來 好 然後 所以 接下來 有的基本的材料 就是活的S菌跟活的R菌 然後接下來你看那個圖 左邊A跟B這兩個條件 它就用老鼠當犧牲品 然後呢 分批 把那個 活的平滑型肺炎雙球菌 直接打到老鼠體內 這是強迫中獎的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隻老鼠呢 就施打那個粗糙型的肺炎雙球菌 所以打進去之後 誰掛了 接觸平滑型的肺炎雙球菌的這個老鼠會死亡 那死亡原因就是感染肺炎 這樣就這樣 所以先確定一下那個致病例 所以你看差別很大喔 因為這是強迫中獎 對不對 你是把致病性的細菌打到那個老鼠體內去 這是強迫感染嘛 因為這種打的方式 你等於是突破那個免疫系統 直接強迫它去接觸嘛 所以你看那個粗糙型的肺炎雙球菌 那個一般來說 除非體質太弱 否則的話 通常那個致病能力的話 你看 是強迫打進去 那如果你感染粗糙型的肺炎雙球菌 好像也還好 因為它的致病力很弱 這個老鼠還會健在 好 所以先確認一下 平滑型的跟粗糙型的兩個的致病能力 你到時候可以用觀察老鼠活著還是死亡 好 來看看它有沒有感染特定類型的肺炎雙球菌 好 先確定一下那個致病能力 之後 接下來呢 你看那個C這個條件 好 確認了這兩個類型之後呢 那現在呢 去培養活的S菌 好 已經知道活的S菌有致病力了 好 可是如果是死的S菌呢 所以它培養完之後呢 就用熱處理 好 這是C那個條件 好 確認沒有活菌 全部熱處理之後呢 留下死菌的殘留液體 然後接下來再打到老鼠體內 它想知道死掉的S菌流下來的殘留物 到底還沒有致病力 所以活的S菌熱處理 打進去 確認老鼠還是會 那表示S菌只要經過熱處理破壞 現在把那個活菌解體之後 它就沒有致病力了 好 所以現在什麼東西沒有致病力 活的R菌沒有致病力 好 死的S菌殘留的物質也沒有致病能力 所以只有活的S菌才是真正有致病能力 所以接下來它就做了一個組合 它把兩個應該沒有致病力的這個物質打到老鼠體內 一個就是活的R菌 然後混著死掉的S菌流下來的殘留物 把這兩種單獨打到老鼠體內 老鼠不會得到肺炎的這個成分或者是細菌 然後混在一起之後呢 打到老鼠體內 結果發現老鼠會感染肺炎死亡 所以接下來要分析病因 所以它就把老鼠體內去做抽檢之後 發現老鼠體內竟然會出現 就是看懂這個嗎 這是這個熱的處理 然後活的R菌 所以它現在是兩個 這兩個混在一起之後 打到老鼠體內 結果老鼠死了 那你要分析病因 所以竟然從這隻死掉的老鼠身上 找到了活的S菌 可是你再往前追 當然它會確定它的實驗操作沒有問題 那個活的S菌已經經過熱處理之後 沒有殘留的活菌 所以S菌確定全部都熱處理 沒問題 但唯一的活菌來源應該是R菌 可是後來怎麼會出現S型菌 這樣懂嗎 那所以呢 它在這個地方 有兩個假設 第一個假設是 有可能R菌 還是有 有甲膜沒有甲膜是性狀 所以格里夫斯是認為 會不會這個最合理的推測 從頭到尾活菌是只有R 後來出現S 所以它認為這個R菌 後來因為某一種原因轉型了 它就把這個現象叫做性狀轉變 就是從原本不具甲膜 後來變成有甲膜 所以它要把這個現象叫做性狀轉變 這個名詞就很重要了 可是問題是 這個過程當中 怎麼會R菌莫名其妙 重新擁有的那個甲膜這個特徵 這個性狀 所以再去對照 因為它另外一個條件 早先做的是什麼 早先做的是 如果你單純只有活的R菌 到老鼠體內 老鼠是不是活下來 對不對 因為單純的活菌 對老鼠來說 基本上老鼠是會活的 就是活菌 單純的活菌是沒有致病力的 可是現在是活菌在混著S菌死掉之後的殘留物 然後這個時候老鼠會因為感染活的S菌而死亡 所以這樣兩相比較之下 看起來 如果說假設性狀轉變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話 那麼造成性狀轉變的物質應該就在這裡了 就是S菌處理過之後所殘留的某一種成分 格里夫茲倒是講的還蠻大膽的 他認為那個成分很有可能就是遺傳物質 所以格里夫茲的實驗基本上就開啟了 有關遺傳物質的這個探討的一個重要的起點 那他算是留下問題 他沒有去釐清真正的這個答案 那後來有一個人呢 他的實驗有點像是做了前半段 所以留下了一個明確的問題在那個地方 那誰幫他把那個問題給搞定呢 就是下一個人艾伯瑞 所以後來艾伯瑞呢 他就把那個佛的S菌 都要在這裡 那這個問題 同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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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F2就仿造格里夫姿的實驗 這次做的架構會比較簡單 就是先培養平滑形的肺炎雙球菌 然後培養完之後呢 仿造格里夫姿的處理方式 先用熱處理 然後把那個平滑形的肺炎雙球菌殺死 然後它只要它死掉之後殘留的那些成分 然後這個殘留的成分呢 它再把它就是這個細菌的萃取物 它再把它分成3P 那這樣材料就相同 然後這3P呢 它分頭用不同的酵素處理 一個呢去用那個蛋白質水減酶 所以蛋白質水減酶顧名思義 它可以催化蛋白質的分解 所以如果它現在把它分成3等份 然後其中一份呢去用蛋白質水減酶 就可以去破壞那個 留下的成分物質當中蛋白質 你看齁 好 那另外一個條件呢 它就用RNA 水減酶 所以這個時候呢 那個殘留物當中 如果有RNA分子的話 RNA分子就會被破壞掉 然後接下來另外一個條件呢 就用DNA水減酶 就是為了破壞DNA OK 分別同一批萃取物 分成3份 用不同的酵素 去破壞裡面的關鍵成分 然後處理完之後 接下來 再去混 活的R菌 因為它是仿造格里夫茲的實驗架 所以格里夫茲當時候 有把S菌培養完 然後熱處理殺死之後 然後去跟活的R菌嘛 所以對於F2來說 它可能多的一道處理手續 用不同的酵素 然後去處理活的S菌 這個熱處理之後 殘留的物質 所以這個通通都一樣 再加上活的 酥超型菌 然後所以這樣 再跟那個活的R菌處理之後 它就把它塗在那個培養皿上面 然後去觀察 最後那個培養皿 誰有出現性狀轉變 就是誰有出現S型菌 誰還是只有R型菌 來去看看那個性狀轉變 有沒有發生 哪一種化學物質 最有可能造成性狀轉變 所以結果發現 這個條件 就是S菌死後殘留物 用蛋白質水解鎂 處理過的那個 基本上呢 還是會出現 那個S菌的菌落 所以性狀轉變有沒有發生 嗯? 性狀轉變有沒有發生? 有啊! 因為它一開始 是只有用活的R菌 然後跟那個 有用蛋白水解鎂 處理過的萃取物 對不對 那這個 S菌落發生 就看到有性狀轉變發生 第二個條件呢 那個用 RNA水解鎂 處理過的那一批 這個條件呢 也有出現S型菌落 然後只有 用DNA處理過的這個條件 只有R菌落 OK 所以這實驗結論怎麼下 那一種成分 是造成性狀轉變的關鍵成分 你看這個很明顯的 所以 這整個實驗的結果 就導向 原來造成格里夫斯 所謂的性狀轉變現象的 化學物質 看來就是誰? 對 因為 這一批條件 它是 DNA破壞 DNA被破壞之後 沒有出現性狀轉變 這兩個 是DNA沒有破壞 一個是蛋白水被破壞 一個是RNA被破壞 對不對 但是 反過來說是DNA沒有被破壞 這兩個條件 DNA都沒有被破壞 而它們都會發生性狀轉變 那 所有答案不就是指向 造成性狀轉變的物質 看起來應該是DNA 所以合理的推論 如果這樣來看的話 DNA很有可能就是遺傳物質 這句話講的有一點 超過一些 因為證據 不夠充分 但是可以把答案 倒向這邊 這是我買的嗎 那在學校跑休啊 蛤 我要站在那邊啊 再從哪一次 還在新買的嗎 這位誰管 總務 記得去報修一下 應該學校跑的吧 學校跑的吧 我不是要很窮嗎 我要自己拿 到專門那麼窮 蛤 蛋 蛋白子加熱可以變性 但不是蛋白子加熱必然變性 有一些蛋白子是很耐熱的 而且你要殺死活菌 所以 以像肺炎雙球菌 這一種 一般性的細菌來說的話 這個熱還不用到沸騰 應該就可以倒定 很快就死了 所以不算難 合理來說 其實是 性狀轉變是 不會百分之一百成的多 所以這兩個 事實上它可能會 串雜的R的菌 OK 這邊有沒有問題 所以比較關鍵是有出現 還是菌肉 老師 怎麼是致死流產流物 致死之後流產流物 就是細菌死後的殘流物 這樣好不好 這樣少一個 這好像更合理齁 這邊有沒有問題 所以 德利福斯跟艾佛瑞兩個實驗 你要把它拼在一起看 就很完整 分開來看 一個解決前半段 一個解決後半段 這樣會有點不知所以 所以下一個 針對 那個 遺傳物質到底是什麼 的探討 到了賀雪跟蔡絲 這兩個 賀雪跟蔡絲 基本上他們做的實驗 就改用了另外一個病原體 就是病毒 他們找了氏菌體 病毒的部分 所以在生了一種 我們可以把這個 有種的 一種的 有種的 也就是 有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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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魅力 有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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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瓷跟蔡斯呢,他们以氏菌体作为实验材料 那氏菌体是这样子,它是一个外形比较有趣的病毒 好,所谓的氏菌体是指感染,就是那个感染细菌的病毒就叫做氏菌体 然后氏菌体有一个好处,它整个病毒的主要组成成分是有两个外壳的蛋白 然后跟它的核心是DNA分子,这样算简单了 刚好,因为当时候的时空背景是他们在猜到底DNA、RNA跟蛋白质谁才会是遗传物质 所以这时空背景是这样子 那赫瓷跟蔡斯他的焦点就很明确了,艾伯瑞的时候还把三个都列齐 就三个一起都探讨 可是赫瓷跟蔡斯他就把焦点,他事实上已经有点在猜很有可能是DNA的 所以他也不用太复杂,就不去选那个雷 那就用一个对比,就只挑蛋白质跟DNA出来比,这样就好了 那因为氏菌体它刚好是DNA型的病毒,DNA型病毒它核心是DNA,外壳是蛋白质 所以呢,他就去培养那个氏菌体,培养出两种类型 一种是这样子,他在培养病毒的时候,因为核酸的组成的成分 DNA的组成成分,元素当中不是碳氢氧氮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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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去標示核心跟外核 所以它就分成兩批培養 一批病毒在培養的過程當中 刻意掺雜了含有032的成分 所以你培養的時間夠久的時候 到時候那個病毒有關0這個部分 它就會有很高的比例 要是出現032 這是第一個材料上的處理 另外一批呢 讓它的DNA是正常的034 然後接下來它的DNA用正常的034 但是它的外殼的蛋白質呢 它去用硫35 拿去標定 好 那因為032 硫35 具有放射性 你可以利用放射性追蹤的技術 然後去追蹤 後來氏菌體再感染細菌 因為氏菌體 它的感染對象是細菌 所以你可以去追蹤 當這兩種組成成分可追蹤的這個氏菌體 然後它在感染細菌之後 然後細菌的體內留下來的這個成分當中 具不具備放射性 那你就可以去追蹤那個蛋白質跟DNA 有沒有跑到細菌裡面去 OK嗎 然後所以附註體一下是 假設這是一個細菌 應該還有印象 我們以前講那個氏菌體是這樣子 它在感染細菌的時候呢 會先用像燈烏月小亭一樣 附在那個細菌的表面 然後接下來 它會把它的DNA 然後打到裡面去 這是我們後來才知道的 好 然後那時候賀學跟蔡斯是認為 如果病毒之後這兩個成分 那應該只有遺傳物質在感染細菌之後 會真正進入細菌內 不是遺傳物質的話 基本上可能沒有重要性 所以它可能不會出現在細菌裡面 好 所以接下來它就利用這兩種細菌 然後呢 分別讓它們去感染這個細菌 然後想要知道經過感染之後 哪一種情況 是上面這種細菌 還是下面的細菌 細菌內會出現放射性的反應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還不用去確定 誰是0誰是0 這樣好 好 所以 Ander404葉這地方 好 這是它的實驗的簡單的架構 它就先讓那個 兩個不同型的細菌體 然後分批感染不同批的細菌 然後感染之後呢 接下來再去把那個細菌表面 好 這個感染後的那個 細菌體的殘留的物質 然後呢 把它清除 然後接下來再去做離心 然後把那個細菌 給篩選出來之後 去檢查看看哪一個感染 哪一批的感染裡面的細菌 出現的放射性反應 好 OK 所以結果最後是在哪裡 偵測到放射性反應 就是上面這個 那個DNA用032標定的這個 氏菌體感染後的細菌體內 其實細菌的細胞內 會出現放射性反應 所以 賀雪跟蔡司認為 如果用張子蘭角度來推論的話 噢 氏菌體 應該遺傳物質 感染的過程當中 遺傳物質最重要 感染之後呢 那個帶有032的這種氏菌體的類型 然後在感染後 會在細菌內 留下放射性反應 所以DNA進去細菌 蛋白質的外殼 沒有進到細菌裡面去 所以 這樣合理來說的話 遺傳物質應該是DNA 所以到這個地方 大部分的人 其實大約 大概都已經可以接受 DNA 看起來 真的很有可能 是遺傳物質的 所以 到這個地方 嚴格來說 人膽還沒有完全證實 但是事實上 答案已經忽視欲出了 這個就是賀雪跟蔡斯在探討 DNA是遺傳物質上面的一個貢獻 所以你看這幾個啊 實驗下來 其實 這個在DNA上面都算是 很好取材的 這種題目的話 就是有歷史背景 然後可以拿前人的研究來玩一玩 那這種題目會比較火 就不會只有純粹歹版的敘述 所以剛剛講說 為什麼這幾個人的實驗 還是留意一下 因為歷史背景很重要 那他又帶了一點那個科學的推理 好 所以 之後的人 你們就應該會比較熟了 就是以前高一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有稍微提到的 看 往下看 403頁這個地方 這個人 查卡夫 後來因為 DNA是遺傳物質這件事情 大家的認同度都比較高了 當然後來還有其他的人 做得更精確的證明 可以認定DNA真的是遺傳物質 那接下來幾個比較指標性的 突破的這個研究 包括像什麼呢 像查卡夫 查卡夫呢 他去研究很多種生物的DNA 然後呢 這個每一種生物他在分析的時候呢 他也會取幾個個體 來去分析 然後結果發現呢 只要是同一種生物 那那個DNA 他把它分解之後呢 會 這個 得到那個寒氮碱基這個成分 那他發現只要是同種生物 這種生物體內的寒氮碱基當中的 ATGC的百分比 大致上是固定的 比如說你分析不同人 假設同樣是人的話 你現在呢 在人口當 人類的群體當中抽樣幾個人 然後分別去分析這幾個人的DNA 那你會發現 雖然是不同人 可是呢 這幾個人他體內 DNA的那個 ATGC的百分比 幾乎算是一樣 好 那可是如果你去分析人跟豬 或者是其他的脊椎動物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不同生物的DNA當中的 ATGC的百分比 又不同 有時候不同生物 在ATGC的百分比 是會出現差異性的 但是同種生物 這個DNA的ATGC百分比 是幾乎相同 你看看 好 扣除掉這兩個規則性之外 他還發現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則性 只要是同種生物 那個A所佔的百分比 會幾乎等於T的百分比 它不只是有屬於這個生物的 ATGC的特定比例 它還會呈現一個規則性是 A的百分比會接近T的百分比 然後G的百分比呢 會很接近C的百分比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這樣的一個規則性 把它稱之為查卡夫原則 好 所以這個是開始 在DNA大致上 已經可以確定是遺傳物質的時候 現在呢 整個研究的重心 焦點呢 他們是放在DNA 到底具有什麼樣的特質 所以第一個 成分的特質 他們想要了解 所以DNA這個核酸的組成裡面 含有五炭糖 含有鈴酸根 含有寒氮菱 查卡夫所看到的是 因為這個寒氮菱 那個比例 不是斷七八糟的 它是有規律性的 好 那 可是查卡夫因為它是做成分分析 所以大概就指到這邊 事實上它的節度當然很重要 可是 那 有了化學組成之後 那DNA分子結構到底長什麼樣子 有計畫而入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焦點 就是化學結構的問題 所以接下來 另外一批的人馬,他們就開始在解讀DNA到底長什麼樣子 就是它的化學結構 所以兩批指標性的人物,404億這個地方 一個就是英國富蘭克林這個學者 威爾金實驗室底下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人物 富蘭克林這個人,跟美國華森跟克里克這兩組人馬 他們當時候分別用不同的角度想要去解讀DNA的分子結構 就是它的立體結構 富蘭克林應該還有印象,以前有提供有一張圖 可能應該也有,就是DNA繞射圖 他先把DNA純化,然後得到結晶 然後接下來把DNA的結晶放在X光下 然後去產生繞射的顯影 然後再把這張繞射顯影的圖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就是講義上面的那張圖 所以你看到那個圓圓的 所以科學家真的要有很大的想像力 如果你看得出來的話 因為圖已經在這裡了嘛對不對 所以時至今日我們再看,如果還是無感 我們就真的沒有辦法去當那個很厲害的科學家 這樣會不會很殘酷,但是事實就是這樣子 人家當年都看得出來,我們還是看不出來 好 好,DNA的繞射圖 這樣的一個圖形的呈現 表達出它在某種方向上的對稱形 你看啊,那這個圖什麼來的? 雙骨螺旋嗎? 所以你想像一個雙骨螺旋分子 然後X光,這邊打過去 然後在後面產生的繞射圖像 就是這個 所以那個梯子如果放這個方向去都是這樣 不過你那個X光是從螺旋狀的梯子嗎? 光如果是這樣打,在後面就不是這樣的圖了 所以...啊可是... 因為你現在看到的是平面的投影 要從平面的投影 去想像那個...它的立體的結構 這難度就跟...已經...也不會比較差嘛 你就看到地上有一個人的影子 從那個影子去拆那個人 遠的跟扁的意思是一樣的 這樣很厲害吧喔? 應該是,我是覺得的 所以... 富蘭克林當初呢 做出了X光繞射圖的時候呢 他自己還沒有來得及 去有重大的突破的時候 華盛恩克利克呢 基本上他們看到了那個 富蘭克林所做的X光的繞... DNA的X光繞射圖 然後...所以他們用... 據說他們數學特別好 所以可以利用這種... 數學的結構 然後來去... 建立DNA的雙骨螺旋分子 所以後來呢 華盛恩克利克就開始著手 然後利用那一些... 這個實驗室裡面常用的這些... 金屬棒等等這種材料 然後開始著手去組合出DNA的立體結構 所以那個就是很有名的 你在網路上可以看到這個圖有沒有 就是那個... 利用那個金屬材料 然後做出來一個非常大的DNA模式 然後把這個研究成果 寫成短短的一篇 真的是這幾頁 的一個很短的這個發表 然後... 忘記是在科學還是自然期刊上面發表 所以後來就是由華盛恩克利克拿個頭籌 正式解答出DNA的分子結構是雙骨螺旋這件事情 所以後來這個... 諾貝爾獎有給了華盛 有給克利克 然後... 印象中有給威爾金 但是沒有給富蘭克林 好... 所以... 這個就是當年的歷史背景 因為那邊還有一點那個... 學者們的... 私下的... 那個... 八卦的問題 好... 這你們可以去找找一些相關的書來看 這有時候小八卦還是蠻有趣的 好... 所以... 下一堂課 我們就要正式講DNA的結構 到底有什麼樣的細節 需要去瞭解的